苹果目前在售的Mac都已经从英特尔芯片升级到了自家的M系列芯片 那么想在这些机器上运行Windows系统 解决一些软件监装性问题 似乎就只有虚拟机一条路可以走了 那么我现在运行的这个Windows系统呢 并不是虚拟机而是云电脑 它的本体呢应该是在远方的收集中心里的一台服务器 通过网络就能把画面实时的推送到我电脑的显示器上 而我在这个系统里的各种操作 也同样是通过网络实时的反馈到了云电脑里 说到云电脑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操作起来会不会因为网络延迟而卡顿 我使用的是阿里的无影云电脑 所以服务器在杭州 延迟显示的是30多毫秒 不论是光标点击还是窗口拖拽 都会明显的感觉到云电脑的反应速度要比本地的电脑慢慢拍 好在呢它是慢得很稳定 所以过一会儿就能适应了 有自己电脑不用使用云电脑 甚至还要接受它一点点的延迟操作 目的就是解决Mac上可能会遇到的 Windows软件兼容性问题 通过我的测试 发现它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这个云电脑的系统版本呢 是Windows Server 2019数据中心版 系统内核和Windows 10是一样的 不是那种转易的ARM架构 而是标准的X86架构 所以呢可以放下来安装那些Windows系统才有的软件 或者是访问那些只支持IE浏览器的网站 那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它的系统呢 全是虚拟化的 不是给你的完全管理员权限 所以如果有的软件对权限要求的比较高 那可能安装的时候会出问题 有些朋友呢还会关心网易优顿 我测试的结果是 优顿能在系统里面被识别 但是在银行最后的页面上还是不能使用 因为所有的运算都是在云端进行 手头的设备并没有系能上的压力 所以通过云电脑在Mac上运行Windows系统时 电脑不会发热 也不会占用系统内存和硬盘 这是它和虚拟机相比的一个明显优势 我们还可以使用阿里开发的移动客户端 通过手机和平板接触到云电脑 对于那些主力使用iPad办公的朋友 算是一个不错的好消息 有了云端Windows的助力 能很好的拓展iPad办公的能力 这个云电脑呢 木人搭载的是一条两兆的宽带 实际测速发现下载速度比它宣称的还是要快一些 但这不是重点 这是一台拥有杭州IP地址 只能保持24小时在线的云电脑 你可以用它完成一些耗时的自动化操作 或者是绕过一些对IP有限制的功能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下它的价格 之所以选择阿里的无影云电脑就一个原因 便宜 对新用户做活动 电脑主机加上一个不限流量的两兆宽带 一年费用199平均下来一天不到两块钱 在一年的体验时间结束之后它就会涨价 如果那时候还有新用户的优惠价 那直接让身边的人帮你买一份就好了 它有四核的CPU 8G的内存 80G的系统盘 50G的数据盘 用来跑个Windows清亮办公 解决一下Mac的兼容器问题足够了 只不过呢有相当多的一群人啊 他们给Mac导同双系统安装虚拟机 甚至是点进这个视频的目的 就是要打游戏 想用这个云电脑的配置玩游戏 肯定是没戏了 但是呢 由于大家想玩游戏的欲望太强烈了 还真的催生出了一大批 专门用来玩游戏的云电脑平台 那我现在接着演示的 就是一个叫做海星云的游戏平台 通过它呢 你就能在Mac电脑上玩 需要高配PC才能运行的各种游戏 选择普通机型 两块钱一小时 是3060Ti的显卡 那如果选择3090的显卡呢 就变成了6块钱一小时 最终按照时间收费的模式 仿佛回到了去网吧上机的年代 我选择的是普通机型 进去看一下它的配置 i9 10核心3.7G的CPU 而是8G的内存 3060Ti 8G显存 这用来玩主流游戏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不过这种部署的机器呢 一般都是虚拟化的 最后游戏效果还是要上手玩一下才知道 我本来想尝试的是爱尔登法环 但是被Steam检测出了虚拟机环境 总是在启动阶段报错 玩不成 所以就进入赛博朋克2077试玩了一下 画面比我想的要好一些 是可以完全沉浸在游戏里面 那除了玩游戏之外 就连普通的打开文件夹 浏览网页 打字输入 都比刚才介绍过的阿里云电脑要流畅很多 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来你在操作的是一台云电脑了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是电脑配置高 也可能是网速快 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呢 是它提供了全国很多地区的服务器接口 比如我选择湖北以后 延迟只有个位数 而阿里云桌面能提供的服务器就少了很多 一般都是杭州 所以说如果你不用它玩游戏 而只是想临时的解决一些 Mac对Windows软件兼容性的问题 像是通过Ie浏览器报个名啊 查个成绩啊 那么每一次只需要花两块钱上机操作一下 那看到这里肯定会有朋友会问了 这些专门针对游戏优化的云电脑 配置高 网速快 操作流畅 单次使用成本还低 那还有谁会去选择前面的阿里云电脑呢 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 游戏类型的云电脑 每次下机之后都会重置 所有操作的痕迹和你保存的资料都会消失 和你去网吧体验是一样的 而阿里的云电脑 你安装的程序 存储的资料 都会像自己的电脑一样保存 不会丢失 所以呢 具体使用哪个平台 就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了 还有就是是否使用云电脑 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 就是你的本地网速 如果网速不好 那电脑配置再高也没有用 在节目的最后 我讲一下在使用这两个云电脑平台时 发现了一些操作技巧和细节 希望能对你有一些帮助 首先是关机 这些云端系统呢 都应该是服务器上批量运行的虚拟机 系统关机的按钮被扣掉了 是没办法直接关机的 需要退回到他们的启动客户端上 寻找关机的状态 海星云呢是按下Shift Control Option加Q 回到它的客户端 然后点击下机 不然的话会一直扣费 阿里的无影云电脑 则是按下Command加Q 退出Windows桌面后 在它的客户端点击关机 不过我个人觉得阿里云电脑不用关机 不然每次等待开机要等很久 第二个要设置的就是系统的分辨率 不论是在阿里云还是海星云 第一次登陆进入他们系统时 分辨率都不是很适配 看起来效果很糟糕 要配置阿里的无影云电脑 首先是全屏显示 在全屏状态下 点击高级设置 就能修改画面的设置 比如把分辨率调整到更高 画质呢从流畅改成标签 帧率也是从普通帧率更改为高帧率 通过这几个设置 Windows系统的画面就会变得干净清晰 看起来舒服多了 海星云呢有两个设置的地方 首先是客户端 这里的分辨率最重要 影响了最终的显示效果 一般用默认的就行 进入系统之后呢 还需要手动修改一下 分辨率和缩放比例 画面才会变得清楚 第三个要关注的就是文件共享 在阿里的无影云电脑中 默认是会开启磁盘映射的 也就是在云端的Windows里面 可以直接查看和编辑 Mac本地磁盘的文件 你还可以通过复制粘贴 把它们转移到云电脑的硬盘里 只不过呢 这个传输并不是本地磁盘的传输 是通过网络传输的 所以比较大的文件呢 就需要多等待一会儿 还有就是你在云电脑系统里面 对Mac本地的磁盘文件 进行删除的时候 是不会提醒你进入回收站的 一旦删除就完全删掉了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而海星云的做法呢 是设计了一个内部的网盘 你可以提前把你的游戏存档 或者是需要的文件 传输到网盘中 在进入系统之后 再从网盘下载到云电脑里 节目最后吐槽一下 阿里的无影云电脑 全屏运行之后呢 每次光标在屏幕上端游移 都会误触导致 探出了系统的菜单栏 很是烦人 不论是海星云电脑 还是Pairless虚拟机 都不会存在这个困扰 因为开发者呢 可以针对自己的程序 个性化的设置 是否在全屏后禁用菜单栏 普通用户却无法调整和设置这个功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是麦克英国堂 我是修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